哈喽 大家好 我又回来啦 我是Joyce 铁饭碗的Joyce啦 旁边呢 这里呢 就是我的特别嘉宾 她叫做佩思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财神爷 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 能够来到这个Germilang的出版社 因为呢 我们前阵子呢 有一个参赛者呢 参加了我们Rice Bowl CNY Challenge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来派奖品的啦 那我们现在赶快上去派奖品 给我们的得奖者吧 Let's go 给我们的帮奖品 给我们的帮奖品 So Misty 我想问你啊 你在这间公司 做了多久啊 哦 这里啊 在这里做了十年 十年喔 你怎样拍到一个这么创意的照片啊 是你逼他们拍了啊 还是他们自己也是摆了 哦 那时候 checking啊 然后我们就叫所有的同事就一起穿 同样的那种款式 哦 然后他们又很配合哦 哇 我觉得很开心 那天我们就一起拍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照片啊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记得也要跟你们同事 箱子的融洽拍更多更多有趣的照片啦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交给我们的佩斯啦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Miss Litting 就是我们的 呃 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 所以呢 他会给佩斯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那我们就请Miss Litting跟佩斯啦 那么佩斯你可以帮我们布置我们的公司吗 就是 布置有一点新年气愤的 可以吗 好吗 可以啊 谢谢 OK 来 剪 啊 对哦 对哦 OK 我们的这个布置已经完成啦 是不是很美呢 OK 非常谢谢我们的佩斯 OK 还有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 OK 那么我想问一下 Miss Litting啊 就是你觉得今天我们佩斯的表现如何呢 哦 他表现得很好 好 然后也帮我们的办公室 增添了很多的新年气愤 好 谢谢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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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儿童书馆社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书 要送给佩斯的 那么我们Rice Bowl呢 我们也是会将分发这个祝福 这个 谢谢佩斯今天帮我们 做完成这个任务 好 这个红包就是给佩斯的啦 来 OK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财神爷啦 他终于脱帽子啦 OK 想问一下财神爷你叫什么名字啊 呃 我叫俊伟 那么想问一下俊伟哦 你是怎样找到这个财神爷的工作啊 那时候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就在Rice Bowl看到这份工作咯 OK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会看到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申请这份工作 当我在看到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很特别哦 这样特别的工作 在其他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好 那么呢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观众们说吗 呃 就和你们说 生新年快乐跟身体健康啦 OK 那我想问一下俊伟啊 你有什么感受啊 做了这个财神爷的工作 我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因为作为一个 你会感觉到有财富进到你 所以我觉得这份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可以把这能量带给大家 呃 观众们 你们一定要留守我们Rice Bowl铁饭碗哦 因为我们呢 会陆陆续续呢 有这种这么特别的任务给你们哦 那么如果呢 你们想要在我们铁饭碗呢 找那种admin啊 sales啊 或者是marketing啊 这种accounting的工作呢 也非常欢迎你们来到Rice Bowl铁饭碗找工作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